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世界最值得你去的地方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在尼加拉瓜火山滑板 熔岩成了滑梯 二,在摩洛哥市集学吹笛 舍遂节奏起舞 三,在爱尔兰绿野寻宝 小精灵偷走我的地图 内摩,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在尼加拉瓜火山滑板 熔岩成了滑梯 各位亲爱的火山爱好者和冒险寻求者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项极其热辣的运动 在尼加拉瓜火山滑板 想象一下,你穿上防护装备 手握坚固的滑板 准备在一座火火山的斜坡上 进行一次刺激的下滑之旅 这不是电影情节 这是真实存在的极限运动 而熔岩在这里确实成了一种特殊的滑梯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个小小的误解 当我们说熔岩成了滑梯时 我们并不是真的在熔岩上滑行 那样的话 滑板和滑板手可能会瞬间变成火山烤肉 实际上 这项运动是在火山的坚硬熔岩流冷却 并固化后形成的火山灰坡上进行的 这种火山灰 由于其细小的颗粒和坡度 创造了一种类似于沙丘滑行的体验 但显然更加极端和刺激 尼加拉瓜的斯罗内格罗 Sero Negro 火山是这项运动的发源地 这座火山年轻 活跃 并且有助完美的斜坡 成为了火山滑板的理想场所 想象一下 从火山顶部一路滑下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甚至更快 这种速度足以让你的肾上腺素瞬间飙升 同时也足以让你的母亲 担心你是否还有所有的肢体完好无损 这项运动的创始人是一位极限运动爱好者 他在看到这座火山的斜坡后 灵光一闪 决定创造一种全新的下坡体验 从那时起 火山滑板就成为了尼加拉瓜的一大旅游亮点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者 当然 这项运动并不是没有风险 除了高速下滑可能导致的摔倒和擦伤 火山本身的活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火山可能会喷发 而且火山灰和气体的释放也可能对健康造成威胁 因此 进行火山滑板时 必须在专业指导下 配备适当的安全装备 包括头盔 呼吸 护肘和适合的呼吸面罩 总之 火山滑板是一项极具创意和勇气的运动 它将极限运动和自然力量的壮观景象结合在一起 为那些寻求非凡体验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只是记得 在你准备在火山上热舞之前 确保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毕竟 我们都希望这场热辣的滑行能够有一个凉爽的结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摩洛哥世纪学吹笛 舌随节奏起舞 啊 摩洛哥世纪 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与异国情调的地方 这里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香料 皮革和新鲜薄荷的味道 但是 如果你在这里漫步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表演 舌舞 首先 让我们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 舌其实是龙的 它们感受不到空气中的声波 但它们可以感觉到地面上的震动 那么 当你看到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摩洛哥蛇敌手 也称为扎鲁地 在吹奏笛子时 蛇似乎随着音乐起舞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的秘密在于蛇的视觉 蛇是通过观察笛子的移动和笛手的节奏性动作来跟随的 当笛手吹奏时 它会轻轻摇晃笛子 蛇会将这个移动的物体 视为潜在的威胁或者是一个引导 因此它会随着笛子的动作而移动 创造出一种随住因乐起舞的错觉 现在 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来描述这一情景 想象一下 你是一条蛇 你的整个生活都在沙漠或者草地上悠哉悠哉地爬行 突然有一天 你发现自己被放在一个热闹的时机中 面前站住一位穿着五彩斑斓服装的人类 手里拿出一个奇怪的长管子 这个长管子开始摇晃 而且发出一些你从未听过的声音 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 哦 这是什么新奇的游戏 于是你开始跟着摇晃的管子移动 试图弄清楚这是不是一种新的猎物 或者是一个挑战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开始意识到 每当你跟着这个摇晃的物体移动时 周围的人类会发出欢呼声 你可能会想 嘿 这不错 我只是在这里做我平常的事情 这些人类似乎很喜欢 也许我可以继续这样做 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些好吃的东西 这就是蛇舞的幽默之处 一场基于误解和错觉的表演 却为人们带来了欢乐和惊奇 蛇笛手和他的蛇 在无言中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合作 创造了一个古老的传统 至今仍然在摩洛哥的 是集中吸引住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爱尔兰绿野寻宝 小精灵偷走我的地图 啊 各位亲爱的学子与知识探索者 今日我们将一同踏入爱尔兰的绿眼仙踪 探寻那些导弹却又迷人的小精灵 或者如当地所称那些狡猾的Leprechauns 首先 让我们揭开这些小家伙的神秘面纱 据爱尔兰的传说 Leprechauns是一种独具的妖精 通常被描绘成穿着绿色或红色外套的小矮人 他们以智鞋闻名 并且拥有一个金碧满满的锅子 隐藏在彩虹的尽头 但别被他们的外表欺骗 这些小精灵以爱乐作剧和保护他们的财宝而闻名 现在 让我们来到了那个令人兴奋的故事 在爱尔兰绿野寻宝时 我的地图竟被一个小精灵偷走了 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地图 而是通往隐藏在苍翠山丘之中的古老宝藏的唯一指南 想象一下 一位专业的探险家 也就是我 正带着一群热情的学生 准备揭开爱尔兰深处的秘密 突然间 一阵风吹过 地图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当然 这不是普通的风 这是一个戴住三角帽 穿着绿色外套的小精灵所搞的鬼 他嘻嘻哈哈地在空中跳舞 手里拿住我们的宝贵地图 他的眼睛闪烁住顽皮的光芒 好像在说 来抓我呀 如果你们能的话 这时 我们的探险就变成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小精灵轻盈地跳跃 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 从一个山丘滚到另一个山丘 而我们一群人则笨拙地在后面追赶 这场景 若不是亲眼所现 真是难以置信 但是 各位 别忘了 这些小精灵虽然爱了作剧 却也不是无法交流的 据说 如果你能抓住一个leprechaun 它恢复于你三个愿望以换取自由 所以 我们的策略很快就从追逐变成了谈判 最终 经过一番机智的对话 和一些轻微的哀求 我们与小精灵达成了协议 它不仅归害了我们的地图 还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寻宝的秘密 当然 这些秘密我只能在下一堂课上私下分享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骚动 所以 亲爱的学子们 下次当你们在爱尔兰的绿叶中寻宝时 记得保持警惕 小心那些爱恶作剧的leprechauns 他们可能会给你的冒险增添一些额外的乐趣 但也可能会让你学到一些珍贵的人生课题 比如 永远不要把所有的地图都放在同一个口袋里 尤其是当你在精灵的领地里游荡时 各位亲爱的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个令人惊奇的地方和独特的活动 从尼加拉瓜的火山滑板到摩洛哥的蛇舞 再到爱尔兰的小精灵寻宝 这些故事都充满了冒险和幽默 火山滑板是一项极限运动 它将速度和火山的威力结合在一起 为那些寻求刺激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凡的体验 但别忘了 安全第一 确保你有适当的装备和专业指导 摩洛哥的蛇舞是一场基于错觉和误解的表演 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和动物之间奇妙的互动 这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惊奇的传统 为市集带来了独特的魅力 最后 我们一同踏上了爱尔兰的绿野 与小精灵一起寻宝 这是一场充满追赶和谈判的冒险 但也教会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人生课题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世界上充满了奇妙和惊奇 只要我们愿意冒险和探索 就能发现更多令人惊喜的事物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也有类似的冒险经历 让我们一起分享 在讨论区中留下你的问题和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